各位會同仁 大家下午晚 本席就下面幾個議題 邀請山長回答 山長 請問一下 最近我們前幾期會議 本席有提到強化聚落特色的部分 然後我們前面要做拉皮 因為我們現在是 搞不清楚你們相公所 有沒有 心理上有沒有一個如何規劃 有一個藍圖在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就是你做這個拉皮要怎麼做法 心裡面一定有個副案在 這樣子我們才能產山來的時候 我們才能按照我們心理的副案 想說我要怎麼做 有沒有一個藍圖 那我副主義 我會請秘書 好 當然請秘書 謝謝 謝謝副主義指教 這個部分我暫時跟各位代表說明一下 在推動這個社區環境改善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找顧問公司 跟我們本所同仁詳細的討論過 我們目前的做法 是先從中層門開始 中層門中路以上 公有牆面 我們用單式泥的補裝方式來美化 民眾的牆面 我們用耐褲漆 室外耐透漆來美化 那這個部分民眾的牆面 如果是實際 原來是實際牆的 我們保留原貌的動 就是用水泥粉刷的牆面 我們才能施作 然後在施作的之前 我們會先跟住戶先溝通 取得他們的同意 我們再進行施作 那目前第一期的規劃 我們大概預計可以 我們上次有到現場去看 人家可以坐到中路上來 包含那個 現在就是涉協工作坊 那個地方一直到樂華良町 然後左側 可以往上到 商務所倉庫 旁邊的那些住宅 那目前是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公共空間 我們也會做一些整理 那如果民眾的水泥牆面 有一些破損的地方 那我們也會先進行修補以後 再雨油漆煤化 那前兩天我們在 鄉鎮考察時候 也走到那個 旧90年代的那種房舍 一直到我們的活動中心 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優先納入試作 我們主要是希望說 把中路這條老界 把它整理得很漂亮 讓遊客來可以擺骨 然後另外在中層的前方的 那個地面 我們也會做個處理 類似一般台灣 那個老街路口的 路面的地盤印象 也會在做 那目前這個案子 公共公司已經完成初步的設計 我們現在的進度 是送到神府去核定 神府如果核定完以後 我們必須進行發報的工作 那設計公司 他們這個藍土可以讓我們 就是代表會的同仁就是參閱一下 當初就是你們做的規劃這些 是不是跟我們心裡所想 是不是符合 不要說你們做了公共公司 可能你們規劃這樣 等待你們真的完成完工了 做的跟我們心裡想 差距太遠的話 這個部分我們也考量到 在設計之初 我們也請公共公司做了一個試意圖 但它試意圖 因為它做的還不夠漂亮 我們希望它弄得更精美一點 那這個案子核定的時候 我們在發報前 還會再進行細部設計的最後確認 也要求他們要做出3D的試意圖 把我們整個的 這一期的美化工程做好以後 我們整個聚落的印象是怎麼樣 要請它表現出來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請它做好 那做好以後 等圖說我們的訂稿之前 我們會請代表人來一起討論一下 如果大家覺得這樣可行 我們就照這個方式去做 那原則上就是公共牆面 是用單身處理 嗯 然後私論的就是耐後期 好 這樣子我們了解了 好 秘書 謝謝請坐 謝謝 謝謝 香港 再請問一下喔 那個 你們這個制定工藝山第一番自治條約法 你們有沒有想到說要制定 譬如說 像我們修魚 護備類這些可不可惜 要不要修訂 我跟副民報告 一般這個 譬如說富魚 東阿之類 這個都有履歧 其實我們也在住院 四個鄉一起做 四個鄉 但是我們現在東影鄉 這個備類大量的被砍伐之後 你現在是大小充斥嘛 就是造成你看現在的產量 根本就是日益的那個枯竭 現在東影鄉為了維護這些備類的那個延續喔 所以我希望鄉公所這邊就是能夠進行這個 戶備的一個計畫 然後永續這個海洋的這個生態的一個觀念 那就是說如果這邊我們自己東影鄉可以制定的話 是不是你們會後可以這個 就是可以打電話到他們那個建設局或什麼 去商討一下我們可不可以自己制定 這個東影鄉地方知識 因為你如果都要四鄉舞蹈 真的要統一去規範的話 我想這個可能要很久很久的時間 因為東影島現在目前你看 連雨的產量都慢慢的都在枯竭 不要說貝類 貝類我們如果說自己分段式的 就是說你可能在這個野岸你今年配彩 那另外一個野岸可能我修 我修一年兩年 讓那些小生命能夠慢慢慢慢的那個延續 這個戶籍報告叫 現在以我的想法 我在猜想東影鄉我們這個地方知識條例 它既然有這個規範的話 我是覺得其他鄉可能它沒有像我們東影鄉這個需求 那麼的需求 因為他們現在可能都炒一些觀光方面的去發展 那我們東影鄉現在總算有觀光客來這邊 但是他們要看的一些我們的產量幾乎都已經枯竭了 那我們是不是鄉公所這邊要在這方面用心一點 就是要朝這個方向 不論是你修背或者修雨或什麼 修雨這個都要朝這個方向去做 你才有說就像以前之前那個 這個領代表題的 欸蘆魚記是不是要做什麼 現在連蘆魚都調不到了 蘆魚記講得那麼早半天 口號喊一大堆也沒用 最主要要很實際的 香港我是覺得這個 那個自治這個東影鄉 這個地方知識條例啊 你們這個會後回去的時候 畢叔什麼你們再三好一下 可不可以來自地 如果說如果是可以的話 什麼時候可以自地完成好不好 再來就是我們體育館 那個多功能這個活動中心 我也知道這個經費非常的龐大 但是我們之前有參考過 甚至說可以先這個請專家來評估規劃 他的經費到底到什麼程度 什麼定位 你把它規劃好評估好以後 把它暗子看那邊 真的等到年底之後 因為之前有聽陳立委曾經講過說 到年底的時候有一些 一些不論是一些局部或者是一些 他們的年度會有一些剩餘的一些款項 那我是想說如果說我們那時候把這些 我們平常都規劃的一些案件 承出去給他的話 我想他可能也很樂意的來幫我們 就是把台灣一些局部他們一些剩餘的經費 就是來支援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靠我們自己鄉裡面的財場 甚至到這個省府的補助裡頭 根本都不夠 你真的是要去找這些 靠我們自己這些真的那了了無情 真的大案子根本沒辦法做 這些建設根本也沒辦法做 那可能只是止散談兵說說就過了 所以本席這邊希望就是說 公所這邊有個遠程的計畫 就是說你反正慢慢的實行嗎 你沒有規劃 你將來真的陳立委他有經費的時候 他問你說你們規劃在哪裡 你們平估以後你們這個怎麼做怎麼做 你要一個計畫書給我們對不對 你什麼都沒有 你要叫他臨時說怎麼樣怎麼樣 沒辦法我們就把你 因為把這個案子給別人家 他也不會給我們多母鄉 我就希望香港這邊你們會後回去公所這邊 能夠散演一下 就是大案子當然這個經費也是不容易 你要到外面去哪可能要很長的時間 還是這邊還是要請陳立委這邊做個協助這樣子 他才有辦法把這些經費來支援我們多母鄉 那當然要花一筆錢 但如果我們有個秘書什麼 我們也有三亞或是說 你反正這個經費放在那邊不動 我們要用在對我們自己能夠有效益的地方 你不能說經費每個經費都要花費 那要花費的他也沒有這個效益 沒有效益花費效益也沒用 所以我是建議這樣 那你們會後你們自己公所這邊 就是可以回去三兩看看 這樣子做可不可行 再來今天有個鄉親跟我提到說 那個半半路那個地方啊 那個義林地是不是可以蓋一個火戰場 鄉長你覺得那邊可行性 有哪裏 半半路 現地的半半路做火戰場 就是火戰場上講的 對 這個我們應該要問一下名證據 這個火戰場裡面有個船名證據 名證據的 我們可以有很多 就可以做了有沒有人 做了當然我們是長遠的計畫嘛 因為你腹力只有這麼小 你有個東西放那邊 到時候有沒有需要 我們不知道 我們最好都不要用到 但是人生老病死這種東西 你不可能說以後用不到 是不是 國會或我請政客這樣 反正要當一陣子 就不會這樣 好 明年再跟我們去好了 好 好 謝謝醫生 等一下請坐 ��� body 拍賣 抱慢